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七百四十集 秦晨有意无意地从月超伦的口中打听了血脉圣地的事情 当年的他也算是血脉圣地的名誉长老 对血脉圣地的内部十分地了解 不过 现在的血脉圣地和三百年前已经截然不同了 他的那个时代的血脉圣地 隐隐有着大陆第一势力的势头 整个血脉圣地的强者都团结成一块铁板 在会长的带领下强势崛起 甚至于两百年前的时候 强势崛起的飘渺宫和宣渊帝国 依旧是不如血脉圣地的盛世浩大 可就在两百年前 血脉圣地的会长傅贤坤却突然失踪了 不知宗想 血脉圣地先是四处地寻找 却是完全没有任何线索 在经历了十数年的搜寻之后 众人这才接受了傅贤坤彻底失踪的现实 从那之后血脉圣地便陷入了混乱中 各大副会长各怀心思 彼此勾心斗想 血脉圣地也因此而逐渐地没落 并被飘渺宫超越 如今的血脉圣地 虽然还是大陆最顶级的势力之一 但是内部却极其地混乱 一盘散上 已经不像是当年那般 可以轻易地左右大陆的局势了 秦晨了解到这些后 不由得唏嘘万分 他所在的时候 傅贤坤便已经是血脉圣地的会长了 此人雄才大略 血脉天赋惊人 称得上是数千年难得一见的欺人 可惜后来 秦晨的强势崛起 论声势甚至还在傅贤坤之上 但是不可否认 傅贤坤是秦晨见过最具有血脉天赋之人 堪称恐怖 并且他和秦晨不同 秦晨如咸云野鹤 一心钻研着各种炼丹 血脉炼气之术 而傅贤坤的指向 是将血脉圣地打造成为大陆最顶级的势力 他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其料 此人竟然会在两百年前突然失踪了 血脉圣地当时有好几个猜测 但是 基本都是傅贤坤被困五欲的某个禁地 并且陨落了 而从未想过 傅贤坤遭人暗算这个可能 毕竟以傅贤坤的实力 普天之下能够围杀他的 并且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 让秦晨去想 也只有这一个可能 傅贤坤这等强者 若说被人围杀 的确是有些天方夜谈 唯一的可能 便如当年的自己一样 到处闯荡类似神志禁地一类的禁地 结果意外深运了吧 这令秦晨唏嘘万分 两人接着谣谈 秦晨又意外地发现 月超伦竟然是自己一个故人的徒孙 他那故人 当年也是血脉圣地的一名核心长老 后来傅乾坤失踪之后 各大副会长勾心斗角 他心灰意冷 不想参与争斗之中 便彻底地消沉下来 不过 他的一名弟子却逆势而起 如今掌控着血脉圣地的遗脉 成为其中的翘楚人物 而月超伦呢 便是败在此人的门下 当秦晨向月超伦问起自己那个故人的时候 月超伦亦不知道情况 他只知自己的师祖一百多年前 在一次避死关之后 便已经销声匿迹 杳无音讯了 极有可能已经陨落 这更令秦晨感慨 三百年沧海桑田 自己当年的那些故人 又能活下来起人呢 无音的意思 交谈中 秦晨的脑海中突然收到了一道隐约的气息 是古仓武皇 秦晨奴役古仓武皇 在其脑海中种下了不灭印记 与古仓武皇之间 自然有着隐约的联系 只是 此地十分的隐秘 诡异 能屏蔽灵魂感知 因此 一直感应不到古仓武皇的位置 如今隐约收到了古仓武皇的气息 足以证明 古仓武皇就在附近 当初他给古仓武皇命令 是寻找薛元帝国的人 就是不知道古仓武皇究竟找到了没有 这边我刚才已经找过了 不如往这边看看 秦晨一边说着 一边迅速地略入左侧的一个通道 一路上 他和月超伦等人四处地寻找 却是找不到其他人所在 就像是眉头苍蝇一般 如今 感知到了古仓武皇的位置 自然难言喜色 当即 暗中根据感应到的古仓武皇的位置 悄然掠了过去 此一计之中 阴沉 黑暗 而且道路复杂 虽然隐约感知到了古仓武皇的位置 可是秦晨还是足足耗费了数天的功夫 才靠近了这一片的所在 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只是 在靠近的时候 秦晨反而警惕了 他隐约地感觉到 前方有无数道气息汇聚在一起 并非是一人所在 而像是有不少势力聚集在一起 有人 月超伦也走了过来 谋中露出了一丝惊喜和凝重之色 惊喜的是 终于见到人了 凝重的则是 此地危险重重 前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月超伦前辈 前方有人 我们这么在一起 似乎有些不妥 秦晨停下脚步 忽然道 他不想暴露和血脉胜底的关系 嗯 月超伦目光一闪 竖得明白了秦晨的用力 一旦秦晨所说的是真的 消息爆出来 有几个势力分别爆出 总比他们一群人一起爆出 更让人信服 而且秦晨似乎是在避嫌 既然如此 那我们先过去 若是没什么情况 你们再过来 月超伦说道 而后 带着嘉一一几人 瞬间朝着前方掠去 千雪 如月 你们两个 跟着一起过去 秦晨又等 爸 姬如月和幽千雪对视了一眼 而后 微微点了顶头 他们两个来自执法殿 若是和秦晨走在一起 的确会引来别人的主意 他们虽然很想和秦晨在一起 但是 这种关键的时刻 却根本不容含糊 两人刚也离开 陈思思突然靠近了秦晨 身子几乎和秦晨贴在了一起 如美人蛇一般妖娆的身姿 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喂 你做什么 秦晨狐疑地看了陈思思一眼 现在他们两个都走了 你老实说 到底喜不喜欢我 陈思思吐气如蓝道 像是放开了一般 诱惑无比 浑身散发火辣的气息 魅力无比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只管说出来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 没人会听到的 陈思思火辣的身材 贴着秦晨 红唇欲滴 像是一株烈焰玫瑰一般 任君彩寨 他水灵灵的大眼睛 盯着秦晨 充满了期待之意 仿佛只要秦晨说出那两个字 便要以身相许 干柴烈火一般 秦晨满头黑线 推开陈思思 呵斥道 喂 别闹 陈思思呢 却趁势躺入了秦晨的怀抱 浑身柔弱无骨 娇羞无比 她的脸蛋水润光泽 就如同像是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一般 散发致命的诱惑 再加上 她那天生媚体散发出来的魅力 连秦晨都有些大呼 吃不消 只觉得身体中 有一股火热上窜 无处地宣显 但是 这种时候 秦晨却没空陪陈思思玩呢 刚准备将她推开 突然 目光一闪 反而是将其拉入了自己的怀里 怎么 秦晨却没人 迫不及待地就要伪身于我 就算是要这样 也不必如此着急嘛 秦晨笑着她 右手爬上了陈思思的腰 手掌用力 要将她揉入自己的身体中一般 不得不说呀 身材弹力十足 手感不错 你 陈思思的脸色 竖得羞红了 她也只是和秦晨开开玩笑而已 没想到秦晨竟然如此大胆 刚准备挣脱 其量秦晨手再一用力 陈思思英明一声 根本无处挣脱 哼 原行逼路了吧 别人刚一走 你就迫不及待 信不信 我过会儿告诉千 陈思思不甘示弱 妖娆开口 秦晨不等她说说千雪的名字 急忙用手指按住了她的嘴唇 手指触摸她那一对柔软湿润的唇 温软相遇 噓 有人 同时 陈思思的耳畔 响起了秦晨低沉的传音 声音刚落 果然角落传来了一阵脚步之声 紧接着 从一旁的通道中 走出了一群少男少女 领头之人身穿宫装 美艳绝伦 浑身萦绕着七彩的灵气 令人不敢逼时 竟然是慕容冰云 而她的身后 自然是飘渺宫和执法殿的一群天骄弟子 哼 一对狗男女 在这种地方 勾勾搭搭搭 果然下劲 一名飘渺宫的女子 冷横说的 她年龄不大 浑身却散发出 骇人的气息 修为 仅仅是终极巅峰而已 却比一般的后期武皇都要可怕 但这装束 那人应该是幻魔宗的贱女 另外一个也不知道是哪个势力 不知廉耻 这群人高高在上 目光比拟 挟视着秦臣和陈思思 这是自然的 他们来自飘渺宫嘛 最是高贵不过 一般的天才 根本不为他们放在眼里 陈思思惊呼一声 急忙从秦臣的怀中放开 脸上戴着黑色的面纱 惊鸿一瞥 惊艳的面容 映入众人的眼帘 顿时令不少人心神一震 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的美人 其中不少青年 被陈思思的姿色给吸引了 眼珠子邓直 都几乎看傻了 陈思思那种娇媚无限的风姿 任何男人都抵挡不住 对于男人来说 慕容冰云的容貌 的确可以算是美的 可是 陈思思那种妹 更令男人把持不住 如此绝世美女 竟然被这么一名 不知名的男子给骗到手了 一个个的顿时 嫉妒无比 怒火攻心 呼吸都不由自主地加重了 如果不是有慕容冰云在场 他们就恨不得当场扑上去 斩杀秦辰了 将陈思思给抢过来 少公主 要不要属下废了这对狗男女 一名青年跨不而出 浑身爆发出可怕的杀技 冷逝着秦辰 他的目光冷漠 身上有气势不由自主的释放 如同飓风一般 充斥整个通道 他高高在上 便如一个帝王将士一般 比拟浩荡 在他的眼里 陈思思这种美女应该是配他的 竟然被这个不知道哪个势力的弟子 给勾搭去了 可笑至极 不要惹事 红颜大人在前方 发现了规则神术 岂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慕容冰云 目光冰了 淡淡地看了一眼秦辰和陈思思 目光平淡 视若无睹 这是一种更加高层次的面试 如果说 其他男女眼中 秦辰和陈思思的行为 辱没了他们 令他们鄙视 不屑和嫉妒的话 那么 在慕容冰云的眼中 秦辰和陈思思 连楼也都算不上 他们的举动 根本无法令他心中 哪怕是起那么丝毫的波澜 这是一个极其高傲的人 悟空一切 天地万物 都不被他放在眼里 在他的眼里 只有自己 少公主请放心 一对狗男女而已 花不了多少时间呢 那青年淡笑 高高在上 痴笑着说道 看着秦辰的目光 就如同看着一个死人一样 你若有兴趣的话 尽管留下便可 本宫先走了 慕容冰云无视此人 静止掠过秦辰和陈思思 消失在了通道中 他一动 其他飘渺宫和执法殿的天交 自然紧跟而去 只留下了那个青年 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的 他愤怒地看了秦辰一眼 顾不得再说什么 身心一晃 急忙地搁了过去 好险啊 陈思思和秦辰 这才纷纷松了口气 秦辰心中紧张的是 他之所以让月超伦等人先行 本意是将摩卡拉 和骷髅舵主释放出来的 只是被陈思思打扰了而已 若非陈思思故意和他玩呢 说不定就会和慕容冰云等人 撞在一起 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这慕容冰云十分地可怕 秦辰暗自离人 此次修为绝对要在风与雷池上 强的 而且不是一星半点 以他现在的修为 即便是后期巅峰的武皇 也修想悄无声息地靠近 可刚才慕容冰云在接近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过早地发现 等到对方十分靠近之时 才产生感觉 天生灵体与天地相容 太可怕了 你是不是早发现了 陈思思冷哼一声 却也不敢玩闹了 心有余悸 秦辰当即是将摩卡拉和 骷髅座鼠释放了出来 吩咐两魔隐藏在这附近 若是需要两魔的时候 他自然会发出讯息 届时 两魔只需以一魔族的身份 出现便可 做完这一切 秦辰才带着陈思思 迅速向前掠去 呼呼呼呼呼 窟窿主宁笑一声 和摩卡拉对视一眼 身形一晃 瞬间 消失在了通道之中 无影无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